大家好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会员去观看今天的 全球主要股指的分析视频 美联储正在重蹈覆辙 安联首席警告 美国将被推入衰退深渊 当地时间周二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在其专栏文章中写道 美联储目前在降息方面迟迟拖延 可能会导致美联储 三年前犯下的错误重演 这将令美国经济处于危险之中 最终迫使美联储 不得不更激进的降息 美联储正在重蹈覆辙 他表示 如果美联储想要将衰退风险降至最低 就有必要尽早进行首次降息 但现实情况却正相反 美联储一直坚持推迟降息 美联储官员近日的讲话 也持续强调不急于降息 这加大了他今后 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降息周期的可能性 他警告说 如果这一周期 由于美联储推迟开始降息 而导致美联储加速出现经济和金融疲软 那么美联储将被迫 进入一个大规模的降息周期 而且根据长期情况 美联储最终的降息幅度 也将不得不超过必要水平 这与美联储在2021年的政策错误类似 当时美联储官员们 在美国疫情后 通胀飙升的情况下 没有及时加息 然而 他们当时关于通胀是暂时的 的论点被证明是错误的 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快速大幅加息 包括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 这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额外的痛苦 按照他的说法 美联储这样的政策过度将暴露一些地区的金融脆弱性 并在国际上给许多其他国家带来更多政策挑战 降息太晚了 本月早些时候 他表示 美联储年内如果仅在12月底前降息一次 将为时已晚 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幅度超过应有水平 他认为 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为35% 在美联储上周发布的6月点阵图中 美联储官员们 把今年降息次数的中位数预期 从3月时的三次降到了只有一次 在我看来 点阵图所反映的信息就是太晚了 他表示 到那时利率大幅上升的滞后效应会更加严重 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即将到来的美联储降息周期的最终利率水平并非既定的 而是取决于何时开始降息 如果美联储官员等待降息的时间越长 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和金融稳定 面临的不必要损害就越大 对较脆弱领域的打击尤其严重 在这个过程中 美联储将再次陷入被动的政策反应 及救火式的政策反应 新股王英伟达投资版图再扩张 你将软件创起 Shortland纳入麾下 据知情人士透露 人工智能龙头英伟达近日已同意收购 美国软件初创公司Shortland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Shortland公司 是一家面向软件开发人员的初创公司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A 是曾就任亚马逊网络服务的一名前副总裁 该公司于2019年创立 其开发的软件 可以查找计算机系统中的问题和事故 并帮助自动修复这些问题 根据数据提供商PitchBook的数据 该公司现已筹集了大约5700万美元 并得到了包括 Dawn Capital Insight Partners和Canvas Ventures 在内的投资者的支持 知情人士称 这笔交易是最近达成的 这笔交易中 该公司的估值约为1亿美元 近年来 英伟达已一步步成为创建 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件 所需的计算机系统的核心 通过合作与收购 英伟达一直在增加新的功能 包括软件 网络 预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等技术 不过对其 其对一些初创公司的收购案例 并不总是对外披露 此外 英伟达还希望实现收入的多元化 减少对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的严重依赖 后两家公司主导着全球云计算行业 英伟达需要通过他们与企业展开合作 周二 惠宇科技与英伟达达成合作 共同推出一款人工智能企业软件 以加速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业革命 惠宇科技首席执行官A 与英伟达CEO黄仁勋 周二共同出席HPE Discover 2024大会 宣布推出一款名为 英伟达AI Computing by HPE的全新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该方案的主要产品之一是惠宇私有云人工智能 这是首个深度集成了英伟达人工智能计算 网络和软件 以及会与科技的人工智能存储计算 以及Green Lake云的解决方案 马斯克坦言特斯拉FSD面临难题 改进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 在特斯拉2024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谈到了困扰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的一个重大难题 该难题印证了业内人士两年前的猜测 并有可能影响特斯拉实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目标 马斯克表示随着FSD系统不断进步 判断哪个AI模型更好变得愈发困难 因为当行驶数千英里后才出现一次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时 如何快速评估新模型的性能就成了难题 这些不同的AI模型并不会完美地解决所有问题 他坦言 一个模型解决了A问题 且可能带来B问题 另外一个人呢 两年前就推测特斯拉FSD系统可能存在这个翘翘板问题 即系统在修正既有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入新的问题 导致整体效果果足不前 针对这一难题特斯拉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们正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仿真测试影子模式的运行 马斯克介绍说让部分车辆不起用FSD功能反而能起到帮助 我们可以通过影子模式来对比新模型的驾驶行为和用户行为 从而发现不同模型的优劣势 特斯拉可以通过旗下数百万辆汽车进行测试 比较AI模型的预测行为和用户实际驾驶行为之间的差异 从而判断哪个模型表现更好 目前最大的限制并不是训练数据 而是测试AI模型的效率 它坦言 以及如何巧妙地判断新模型是否更优秀 例如我们知道一些特定的路口非常复杂 所有模型在没有复杂路口的联好道路上行驶时都表现联好 因此我们在美国选取了几千个复杂路口 专门用来测试新模型的性能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波动 我们仔细看 今天盘前这根K线实际上也有一点点弱势 但鉴于之前弱势的K线都有可能是上涨中继 所以我们此位 在这个位置 也假设它是上涨中继的概率更高 但是我们心里肯定是提防着它 对吧 那么昨天没有创新高 那今天盘前也不敢创新高 这市场 不过不要紧 因为空头还没有大规模的入场 特别是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 感受一下 你看这市场 这几天跌下来又谈了上去 空头你看这又变弱了 是吧 今天亚欧时段的空头还是比较弱 那什么时候变强呢 一般情况下 美股交易时段会变强啊 美股时间变强的时候 咱们会感受到 但如果美股交易时段 下股盘就拉了起来 这表明啊 这个下跌也是比较犹豫 你看上涨在顺流吧 那下跌如果影线过多啊 这个没有实体的 日内的一些小K线出现啊 实体大阴线出现 那说明空头还是无力 空头无力 只要空头没什么力度 我们假设上行的概率高 那即便是有空头有力度 只要不达到史诗级别的大阴线的级别 我们假设 我们第一假设是 它是一波回撤 对吧 史诗级别的大阴线 才构成一个恐慌啊 那如果仅仅是这些 这边这种阴线的这种感觉 我们第一假设仍旧是回撤 由于未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啊 市场变换莫测啊 所以只要不出现特别大个的阴线出现 一般情况下多头不必极度恐慌 不必极度恐慌 对吧 好 有了这个心理准备之后 建设之后 想必呢 大家也可以松一口气啊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有人压力大 有可能是他的仓位的成本过高了哈 接近于当前的顶部啊 那你需要减减仓啊 那如果你成本在在这儿呢 或者你你投了几十年来在这儿呢 那你恐慌什么呢 对吧 好 那关键就是啊 没有那么多长线交易者啊 有但少 所以啊 他们更多的是关注 这一波啊 到底什么时候要了结获利的问题 那现在空头没入场 你怎么不能彻底获利呢 是吧 我想起大部分人也都是科技股啊 没有彻底获了 获利了结呢 我们看一下小盘古 小盘古人家 你就不用恐慌 人家本身就没走强牛市哈 你看这图 在这儿震一震 迭下来 在这儿震荡一下 然后现在又换到中间的位置 震一震 可爱吧 罗素还是比较可爱的哈 就是换个位置震一震 对吧 怎么说 为什么当前这要震一震呢 那如果他想要恢复到牛市哈 比如降息之后啊 恢复到牛市 他要把这个地方给洗完了 阻力区啊 就洗一洗啊 说他为什么不跌下去呢 因为这儿有构成支撑去了呀 下边这儿啊 所以他就在中间震一震吧 你看技术面多么可爱呀 是吧 是这意思哈 人家技术面是有可爱之处的啊 那么现在的市场也要提防一些 什么黑天鹅的行情 或者是突变的数据啊 或者是突发的政策的改变啊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市场的暴涨 或者是暴跌 那从纳指这条来说 如果遇到黑天鹅 暴跌的概率会比暴涨的概率高啊 那对于这些小帆股呢 你说再暴跌也能跌哪去呢 是吧 当然也得提防啊 你看这地方 所以我们说市场的变化啊 变换啊 变化多端啊 变换莫测啊 但我们啊 在这种变化中呢 也要找到我们的交易模式 按照交易模式去做就可以了 不要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的卖点和买点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是卖点 因为人他有缺陷啊 有缺有缺陷有缺点 完美是做不到的 抛弃完美主义 你就能放下一块大石头啊 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盘前也是微微的波动 标普今天反倒创了新高啊 好 今天盘前 这样的话不能去啊 不能去判断为是顶部 啊 我们这个话术呢 也应该改一下 不能完全判断为顶部呢 啊 只能说可以猜猜是否是顶 好 这是对于大盘的关注 那有部分呢 是关注美债啊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 估计呢 短线范围内是震大 那要看美联储降息的一个力度 那如果 如刚才那个专家所说的 又犯了原来 这个应该及时加息的错误 那这次呢 是应该及时降息 他没有及时降息 导致后续啊 这经济萎缩的比较严重 他不得不快速降息的话 那市场呢 有可能会有剧烈的波动啊 那届时大家要关注 各类资产的一个疯狂啊 震荡啊 所以啊 这个政策的 他事后解释他错了 那有啥用啊 对吧 你得试钱做啊 好吧 很多时候了 大家都看到了 那对吧 这个你的判断力呢 是不是 所以 当然啊 这个我们对他要求太严格了 好吧 那这对于美债来说 大家要关注啊 接下来震荡的可能性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看一下 CHWY 这个图我们之前 关注到一条新闻 啥来着 他要回购他的股票 哎 走上来 空头跌不动 多头拉起来 近期横盘震荡 再拉起来 哎 这是一个我们的初步的预期 要摸到趋势线附近啊 那如果这波有幸 凸上去呢 逆转这根趋势线的 那就应该继续看 涨啊 整体就要恢复到牛市 好吧 这图我们之前说不做 可以学习一下 是吧 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 类似的图啊 比如说通用汽车 对吧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还真就是一样的走法 拉起来 震一震 走起来 接下来往上秃一秃 横一横 继续拉一拉 好 说到这个我们看看是不是 呃 通用汽车 在这 啊 你看 拉起来 走一走 横一横 秃一秃啊 因为这有个下跌趋势线了哈 秃一秃 再横一横 再拉一拉 那么现在通用汽车是不是还在往上拉一拉呀 是的 横盘震荡之后 我们的第一假设是往上走 因为美股牛市太强了 你不得不假设横盘是上涨中继的概率更高 而不是老是反转为空头啊 不要老是猜顶 要猜中继 上涨上涨中继 现在呢 空头也不是说特强势 你看 接下来就弹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继续往上看 对吧 往上看 好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CHWI是不是类似 只不过他还之后一步啊 下来看 突一突横一横的情况就进来 好 学习一下也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图 ARM这个图 创新高之后能猜顶吗 不能 对吧 不能 大尔科技能做多吗 能 能 凡是沾上了英伟达的光的哈 都有可能要走一走 往上走一走 对吧 至少把这缺口补一补啊 或者是在这里来镇一镇 也可以不要做这种图啊 学习一下啊 我我我 这大部分图我也不做啊 就是看一看 学习一下 我们看一下SOXL 猜顶吗 可以猜 到了吧 不确定 没有顶 不架构 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啥呢 到前高附近形成顶部 是吧 或者是突破上去回踩 那如果能突破上去回踩 能止跌的话就最好了 对吧 但如果到前高附近 它疲软了 开始暴跌 大家有地方啊 大型回撤 洗 开始洗这个点 大型震荡洗盘 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呃 不能猜绝对的大顶啊 先猜一个震荡洗盘 是吧 当然 那建立在啊 出现强劲的空头表现的情况下 是吧 现在呢 呃 看一看对高点测试的一个情况 不要急于猜 不要急于确定为顶部 我们看一下 ALAB 哎 这个架构呢 应该做多了哈 那这种图比较新啊 大家可以少参与 但学习一下也是可以的 啊 应该 是吧 有点这意思吧 所以啊 有可能是至少大型震荡区间了 好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的图和近期的美光 以及台积电 都是类似 大家只需要延长我们的上涨趋势线 是吧 有人说不可思议啊 特别是看空 只有猜猜顶的人 不可思议 那你猜了几个月的顶了 也没有猜到啊 那现在能不能猜到 不敢说 不敢说 这时间呢 绝对不是顶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哈 顶部架构才是顶部的决定性因素 那昨天人家是阳线 你我们这里的模式是阳线不能确定为顶部 可以猜顶 但是阳线不能作为顶部来确认 得用阴线形成的顶部架构来确认 好 我们看见奈飞啊 这个阿飞 阿飞也到前高附近了 这个符合我们的预期吧 符合 非常符合 相当符合 是吧 那马上也要摸到高点了 这摸到高点 就有点会有点分歧哈 那空头现在显示出力度了吗 没有 看长吗 看长 不看长看啥呀 对吧 你看之前这波段这么大 你现在这 这三分之一左右的波幅 就去看长 当然不能 这个非理性的哈 那么看到顶部架构 再盆探 也是可以的哈 现在 现在不能看顶 没看到顶部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股 昨天这个不是披露了 新闻不是说 巴菲特不断的加仓 OXY吗 你OXY也是原有领域 原有领域 我觉得走震荡行情是可以的 走大趋势的话 那不通胀又来了吗 除非你 这边 急速降息又导致通胀了 所以这是 这个金融领域 啥事都有可能发生 就像刚才那个人说的 如果你美联储又承认错误了 我赶紧急速降息吧 结果又把原油给吹起来了 泡沫给吹起来了 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看鲍贝尔成 这个错没错 以及他愿不愿意 急速降息了 那如果是缓慢降息 那对能源股 那也就是先走一些震荡 或者是一些弱势的多头波段 应该以局部不断交易为主 那与波段交易为主的思路 是怎么做来着 划好趋势线 找到趋势线的右错点位 再去做了 同时也要判断一下 局部的震荡区间 把阻力区放这一个 我看哪有支撑区 最大的支撑区下边 这 我让调一调 调一调他也没摸到 这究竟哪能止跌 当前也有可能止跌 但是昨天的阳线不够强势 有回落 那后期还得等 趋势线右侧点位再去做 他也完全有可能 继续震荡下行 我们说大型震荡区间 无序震荡 那雪佛龙 CVX也是巴菲特的重餐股 两个都是石油领域的 那有啥用呢 这不是重复了吗 好吧 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 接下来直接震荡情况 那如果真的是急速降息呢 那吹泡沫 继续吹 关键是受得了吧 民众受得了吧 财政受得了吧 这些问题都是重要问题 我觉得金融不是无限度的 历史上有很多疯狂的泡沫行为 那如果老是弄的话 最后 由于这东西反人性 资产泡沫是反人性的 最后导致社会动荡也得不偿失 不如走震荡行情会好一点 个人之见 我们看一下微软 微软昨天阴线强吧 不强 不能判断为顶部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昨天阴线强吧 不强 假设是上涨中继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空头强吧 不强 你看昨天有下影线 这样的话看涨 最后我们看一下 新古王 猜顶吗 可以猜 是顶吗 还不是 今天盘前又涨了 好吧 我们怎么说呢 市场我们看一下区块链应用 大家要注意区块链领域 如果破掉趋势线的话 它有可能恢复到震荡行情 接下来必须得有强势阳线出现 那这个什么证券监管机构 还是什么金融机构 对对什么来着 对以太坊放松了审查的这个力度 那对区块链领域 你说是利好还是利空 消息面是利好 那看要接下来看看顶部 是不是出货 还是继续暴涨 反正这个消息面 它其实也是双向的影响 是吧 你说不准这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固定交易模式 那区块链我们就要关注 这里能不能再出现打阳线 往上去突破这个位置 目前空头还是比较弱势的 我们第一假设还是往上突 往上走 空头弱势吧 银线小吧 你看之前这银线都比较漂亮 但现在银线比较柔弱 所以上行概率略高 略高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 我们都要找到强势的一方去预期 对吧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几只吧 我们盘后再看 拜拜 对了 大家去看会员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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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